你不需要感谢我 你妈就是我妈 不是外人 我妈有五个儿子 可真遇到点什么事 能守在身边的 确实你 爸 你打电话多长时间了 现在才到 公司不有一大堆事 等着我处理的吗 是重要人重要 你分不清什么 你大嫂呢 丁美丽呢 这时候她俩躲那儿去了 你要说妇联话 你分分时候啊 别老这么没大没小子 慢点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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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你血压太高 处于脑梗边缘 幸亏经过高氧氧仓治疗 不是不是 大夫 你跟我说那个什么 什么仓治疗我听不懂 你就跟我说我妈 她会不会落下 什么病根什么的 这个得等她亲人过来 再诊断 这几天都有人 二十四要时陪床 爸 反正奶奶现在还没醒 要不咱回公司开个会 一会儿再回来行吗 你没听医生说 二十四要时陪护啊 开会 那你家那么多人 现在一个人都不过来 那我给你找个库工过来吧 你怎么听得把你刷针啊 给你找库工我来陪 陪护证我已经办好了 今天晚上我来陪妈 那你服装店那边 都安排好了 服装店的事你不用管 你该忙什么忙什么 医院这边消给我 我来陪她 谢谢你啊 灵灵 这次你又救了我的急 这都不知道是第几次了 你说除了说谢谢 我还能跟你说点啥的 你不需要感谢我 你妈就是我妈不是外人 我妈有五个儿子 可真遇到点什么事 能守在身边的却是你 简胖 我最了解妈 我最了解妈 其实她的心病更重 这我知道 可是妈的心命能怎么治呢 是要打针都治不好的 我知道她心里头堵的是什么 她想找建业 回来教育儿子去找不到 她想去给牛建国寄母爱 却去不了 她还想帮牛建民 无受丁美丽的压制 却束手无策 还有你 建邦 她希望你能够再次站起来 她希望你能把公司做好 把日子过好 你以为妈在我这边心病 就是想要把公司过好 妈 行了 你现在做到这些 我以后找机会报答你 看什么 简胖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愿意跟你一项米恩仇 咱俩之间用恩仇这诚儿 有点儿严重了吗 简胖 这次妈住院 钱是你出的 医院是你安排的 她醒了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她 灵灵 有你在妈身边 我就放心了 喂 妈 张灵灵现在过来陪床了 天天跟我爸见面 我告诉你啊 她现在越走越近了 我救不了你了 你赶紧回来吧 你要想复活 你就自己赶紧回来 知道吗 好了 妈 妈 我一接到你电话就来了 是妈醒了吗 妈刚才动眼皮了 医生说很快就会醒过来 太好了 这次妈能度过危险期 全靠你了 妈如果睁眼了 第一眼看到的是你 她会很高兴的 谢谢你啊 灵灵 妈 这睡了多久了 该醒醒了 儿子来看你了 妈 先帮来看你了 灵灵也在这儿呢 你不最喜欢灵灵吗 她为了陪你 熬了一宿没合眼 你不心疼她吗 赶紧睁开眼睛看看她 跟她说说话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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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醒了吗 妈 妈 你醒了吗 妈 妈 你说什么吗 妈 妈 妈 前半 妈其实一直都醒着呢